我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采访一下 您对您的这个儿子 儿媳妇这种家庭 您现在让您打分的话 您打多少分 为什么怎么的 怎么就是说 给我这个儿媳打分 单打分 不是给儿媳打 是给整个家庭 给整个家 对 整个家庭这种关系啥的 给整个家庭这种关系来说 我现在是能打九十分的 高了 我为什么说打九十分 我留了一个十分的差 进步空间吗 还有进步的空间 你又入到我的心里 直入几十分 真是 又直入主题 真是 因为我还有 还有我的儿子下一代 他俩还需要磨合 所以说你要说 我的家庭打九十五分 或者是九十八分 那我觉得是有点不现实 就我们的感觉就是 九十五分以上 妈 但是她说是 独立地打分呢 松松我觉得 今天在她的朋友面前 问你 让你把这个 没有 绣球扔给我 是我自个主动问的 我接不住 您还有接不住的时候呢 就是 不能啊 您的水平 您的格局 对 你确定想听吗 不想听了 不听了 算了 我都已经知道了 拆到了 对 松松 松松身上也有优点也很多 当然 也有优点 对 你们都不知道 当 朵朵爸爸有病的时候 朵朵在工作出不来 都是松松跟我忙活 是 这一点我得感谢松松 我真实地感谢松松 都是松松的忙活 松姐太好了 是 真实地感谢松松 这是应该的 你不要为了这个 而觉得是